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浪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收 其实我没有特别的感受 就是来了以后就一直在忙吧 然后工作排的也比较满 但心情还是很轻松的 可能大家会觉得不一样吧 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倒是一直没变 因为我不想做一些安全的尝试 我反而就是觉得 无论是第一次来穿的红色的 那个有披风的衣服 还是去年的黑色的这样的一个礼服 或者今年 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尝试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没什么变化 但说要要说到选择这套衣服 反倒是整个设计的理念 跟我的近期想的一些东西比较贴切 因为这一集高定的设计理念 其实是跟社交媒体相关的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它当时运用到了滤镜的这样的一个命题 然后其实探讨的是 当互联网的时代 通过社交媒体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 好像更加的容易更加的亲近 但是否也是一种 把我们围在一种围墙当中 是否孤独感会增加 还有一种就是讨论的关于 点赞数是否真的是价值的体现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近期思考的比较多的 所以当看到 有一位设计师 他的高定服装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视角 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犹豫选择了他 其实我觉得我做的不太紧 我做的不太紧 因为有很多东西 我觉得是需要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去思考 并且沉淀的 即时性的一些东西不是不好 但是 就是 有一些艺术性的东西 我觉得反而是通过 需要通过思考和时间 去表达的 所以它既是一个 好的东西 同时也会有一些 疑问在我脑子当中 我觉得可能我今年 做的专辑或者音乐 也许会跟这方面有关系 就是我想探讨的一个 一个话题吧 其实从最表层的一些东西 大家可能会选择美啊 好看啊 适合呀 风格呀 这样的一些 视角吧 但其实 无论是时尚也好 还是跟别的艺术家的一些 就是沟通啊 或者是交流啊 我觉得还是 启迪最大还是思想上面的 呈现一个作品的时候 他脑子当中所想的东西 和他想通过这个作品 探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可能我自己会 觉得这更有 更深的一些意义 会聊音乐 因为 呃 其实不是每一个从事自己工作的人 他只会从事 这一个领域 就像之前 聊的一些 可能是做装置的艺术家 或者做事业艺术家 其实他 他私底下玩音乐的 所以其实 这个东西反而是 我觉得有意思的 然后他可能从事一个 你根本就想不到的一个 一个 朝九晚我的工作的人 他居然是一个 一个乐队的乐手 他是一个 玩重金属摇滚的 就是我 我会觉得跟这些 有意思的人在一起 聊的东西呢 他会开阔你的 你的整个脑洞 整个思维方式 嗯 我不知道 哪一句话 或者是什么 他就会 会启迪你的 一个新的思想 所以我觉得这是 跟他们交流 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昨天晚上跟 有一些演员呢 聊了一些电影方面的 然后 再就是之前跟 嗯 嗯 日本的一些艺术家 可能是做 视觉的 但是也聊了很多 现在的一些 电子音乐方面的东西 嗯 挺有趣的 最近就是在东京的时候 去看了一些展 嗯 草菅民生的展 嗯 再就是去感受了一下 嗯 嗯 然后在北京就是看 画剧 我一直是感兴趣的 就是对于 嗯 现场表演 嗯的部分 嗯 嗯 而且 我有很很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去呃 演画剧或者是 去看画剧 但是我那天感受还是很强烈 走进区院坐在那里 然后 然后 关上电话 然后去静静的看 嗯 看 那幕戏的一种 心境吧 然后包括在后来 结束之后 我去到后台 呃 不懂我 嗯 主要是在上课 嗯 嗯 之前 呃 拍的一些商业的电影 然后包括 呃 今年春节会上的《周遥记》 就是还是会 呃 就会 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呈现吧 但是其实在表演方面 我还想对自己有一些更高的要求 呃 所以 呃 其实通过《周遥记》 我有找到一位 非常不错的老师 表演老师 呃 呃 我挺高兴的 然后 呃 可能除了我的日常一些工作的话 我就会去他那里上课 呃 呃 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挺大的 嗯 嗯 这张 嗯 翻唱的竞选集其实是 集合了我以往演唱会 呃 上面翻唱的一些呃 呃 作品 嗯 我在 我在刚刚比赛完结束之后 其实 嗯 无论是唱片公司也好 还是呃 身边的人 其实都有 嗯 建议过我 呃 你是否要发行你在比赛期间翻唱过的一些 所谓的很红的歌曲吧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 嗯 那是一个不纯粹的一个 方法 因为我觉得 在那个时候 你没有自己的作品 通过这样的方式 应该是一种比较的 有商业诉求上面的一种选择 所以我当时没有这样做 嗯 包括大家很熟的这个 一些歌曲我都没有这样做 嗯 但是为什么要在呃 十个十二年之后 来做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呃 通过十二年的演唱会 呃 在这个演唱会的现场 跟歌迷事件的一种情感的连接 呃 有很多画面 很多共同的记忆 所以我认为这张唱片 它是一个 嗯 就是一个回顾 就是在在在十二年之后 的一个回顾 大家共同情感的一种分享 呃 所以在选择在这个时候 来发行这样的一张唱片 并且我在呃 呃 听完所有的歌曲之后 才想到这样的一个 题目 叫做在吗 呃 呃 就是这 我觉得是一种情感吧 巴雷欧莱雅更多的是 带给我的一种自信 还有就是 对美的一些 新的一些定义吧 但是 其实刚刚的电影节 对我的影响 也是挺大的 虽然可能大家只是看到 啊 作为一个代言人的一些工作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呃 吸收的东西只有自己知道 呃 无论是演技方面的 还是呃 嗯 电影人们在这个 嗯 刚刚电影节对电影的一种 尊重 对电影的一种 呃 彼此的交流 还有这种开幕式 开幕仪式上面的一些 这词啊 很多很多方面 一些电影的呈现 呃 我觉得这 这些都是一个好的吸收的过程 嗯 其实 嗯 这些过程 不一定 对别人是有价值的 但是我觉得 那是你自己知道的 嗯 嗯 昨天会比较早一点 因为昨天没有安排 呃其他的工作 然后 但是有一些拍摄 欧拉雅的一些拍摄 所以呢 就是相对早一点点 呃 大概是从 下午一点多 还是两点左右 开始 嗯 嗯 因为嗯 昨天那套 呃 衣服 嗯 它的这个轮廓感 非常强烈了 还有就是个 包括帽子啊什么的 嗯 所以其实妆容方面没有很复杂 嗯 还是走这个眼线 然后 嗯 包括这个 唇妆选择的是我比较喜欢的 呃 褥色的 豆沙的这样的一种颜色 其实这就是我昨天 自己 呃就是使用 就是这一支 大家现在看到可能 通过这个 这个 感光去看的话 可能会觉得有点浓郁 但实际上它 嗯 嗯 在这个唇上的颜色是比较清淡的 呃 也 也蛮好看的 对 卸妆水啊 卸妆水 然后 有的时候会带眼线笔 因为很 很方便 对